日本建筑大师腾森赵信 去年在华山古建筑群中的顶楼 盖了一个非常迷你的茶室 最近他有新作品 一个大小不超过四瓶的茶屋 茶屋用台湾的山木建造 用八根台湾的梦宗竹来支撑 他用纯天然的建材盖了一个很迷你的茶室 一起去看看 华山文创园区董事长王荣文 和日本建筑大师腾森赵信 一起书法接力 最后落款望北茶亭 腾森赵信还俏皮地画上小茶屋的外观 西科小点象征北斗七星 这是他为华山设计的第二间茶屋 我希望在台湾的茶里享受的空间 这个大小不超过四瓶 由八根台湾梦宗竹支撑在大约三米高的空中茶屋 全部都用台湾山木构成 腾森赵信希望茶屋与大自然融合 因此特别选用台湾特有的木材 沿着小茶屋的梯子往上 内部飘出淡淡的木头香 还可以喝上一口清茶 欣赏屋外风景 腾森赵信在茶屋中悬空吊挂一个铁打的炭炉 里面的松树盆景为茶屋增添绿意 这个坐落在华山红砖六合院区的小茶屋 将展开365天的创意计划 开放征选茶屋的一天主人 可以在里面进行任何形式的创意计划 让茶屋真正贴近民众